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长荣一样 买102套下来再加码99 这是储存钱 所以我们均价100.5 但是这个还要加多少 这要减18岁 82就到本人 这还多赚钱 那我的意思高领就是说 我们已经避开那么大的波段还会套了 避开那么大的波段还会套了 真厉害 还是赚钱 那森达科来讲的话 也是买了以后呢 我们已经避开大波段了 对不对 买了以后 还套了134 还套了126 还套8块钱 通常这样一个长黑买 要有胆量 你昨天不买 今天你去追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郁金光 郁金光的话呢 为什么买郁金光 因为你待会VCR你会听我讲 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力光 7月4号在这一天 我很清楚 大力光在这里是已经冒出头来 所以呢 我不买大力光 买的是郁金光 昨天也是黑 今天就是直接拉长停板 我们看一段郁金光跟大力光的VCR 我们细数一下 我们操作这个常种 对不对 宏达店的空又翻多 对不对 郁金光 郁金光 再看一下郁金光 那么我们郁金光 买366 出400 买361 出363 为什么 出完以后就大铁 今天再买回来 300 350 那我们现在这个郁金光 我为什么今天要买回来 今天为什么要买回来 各位知道吗 这个郁金光 出掉 这个大 这个是没有均线的 买366 5月25号 然后出掉400 出到400之后 那天买361 卖掉 363 暴跌之后 回来再买一次 那几乎就是说 我们在操作这整个过程当中是零事物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再买回来 永远就是持有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郁金光我要买回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大力光 大力光 那大力光的话 它是逐渐气吻 逐渐气吻 他们在7月1号的时候是黑K线 今天是红K线探头出来 所以 与其要买大力光 我就不如买郁金光 那各位看到 就是今天带光的 都是光芒万丈 尤其是大力光重回古王的宝座 重回古王的宝座 各位可以看这个大力光 大力光的WD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WD都已经完成了 那之前有一个35块的现金股利 这缺口 那去买了以后就一路套下来 从2700一路套到1500 很可怕 但是股票就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第一步买的话呢 将来你要去追高 就好像我们昨天在买 森达科一样 买了以后就套了 那你能出吗 当然是不出了 那我们像买郁金光就比较好运练 郁金光是怎么买怎么赚 郁金光 买进366卖400 买361卖363 买350 又回来400 又回来400 所以郁金光的话 操作上来讲的话 怎么 我们讲这个怎么转折啊 我们都是抓对的 第一个转折买进 买出买进 对吧 那这个 这个WD来讲的话 各位看到这WD还没到头 422以上 那这个大力光是 大力光是已经 已经过WD了 所以呢 今天这个行情肯定还要继续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呢 今天的大盘涨了350点 成交量很理性 2569亿 那这个大涨 大涨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已经cover掉 已经cover掉 昨天的 黑K 已经 昨天是破底嘛 我说双十字变盘线 以后呢 就是一个长黑 今天是全部占回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K线形态 你可以找个股的K线形态 很像对不对 那我们做的是3491 像不像 已经越过了 那么 这些个股来讲 都是买进的标的 策略上写得很清楚 对不对 另外一边呢 宏大店今天当冲 赔了3块钱 但是我们3141呢 赚回来4块钱 有没有 3141 买108 所以112嘛 赚回来4块钱 所以 没输没赢 今天当冲来讲 没什么输赢 我们看一下2603 这个长龙 它是 大条龙 慢慢走 我们讲 我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买在开盘下 102.99 收盘96 赔4块钱 但是呢 我们把它还原 我们把它除卷还原之后呢 我们原来买的 除卷还原 我们原来买的 都是比较低的 那就像3491一样 对不对 买了就套 套了就赚 买了就套 套了就赚 各位 买的套就是放着 隔天就大家涨停板 那这个森达科 我们是在 这个146买 5月27号 5月25号 买郁金光 5月27号是买森达科 三档操作 那么172 173出厂之后 然后就是昨天买 134 赚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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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就会大赚 因为你现在这个盘 大跌下去的话 国安基金不出来不行 因为劳退基金赔太多了 而事实上台股来讲 赔的真的是比谁都还惨 看一下 从6月16号16000 赔到15000 15000 15000 就跌了1000点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够 再跌1000点 14000 这个15000不够 再跌 这是海运改革法 海运改革法 2603的海运改革法 它的报表 我跟大家讲过了 6月13号 13号在这个地方 是134块 你听到海运改革法 你如果没走 就没生命 整个跌下来 那跌下来 我们是买在相对低点 所以呢 我们没再怕 所以它已经修正了一大坡 一样的意思 3491也是修正了一大坡 修正一大坡 买了隔天就涨停板 隔天就涨停板 有人说 昨天敢买股票 我总不敢买 买 昨天长黑买股票就是智者 好 那么海运改革法 一共从1万6跌到1万4 那么再来的话 国安牌就打出来了 打国安牌 昨天长黑今天 长虹 反包 昨天跌几百点 今天就全部被它卡不回来 就是一个反包现象嘛 对不对 反包 好 那 各位比较想听我讲 轰大店 轰大店今天带大量 带大量 我们反正 啊 赚就赚 赔就赔吧 对不对 没关系 改天再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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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消息一出来 马上就是攻 涨零板 马上就攻 那 赚了那么多 吐一点回去 没关系 赚了25块加差 吐了3块钱 吐就吐吧 啊 我赔钱赚钱 我都敢讲 那这个另外一档就是金虹 金虹今天讯息是108买 对不对 112 这个是流畅的 没有卖 这不是当中的 那么另外啊 测标上少写的一档个股 就是8183 8183我们是开盘买58嘛 涨停出啊 就这涨停也出掉 所以呢 金星科 那金星科加2块8 那个是忘了写 忘了写 所以金虹赚4块钱 金星科加2块8 赚6块8 轰大店吐了3块钱出去 吐就吐吧 我就觉得我们做节目 诚实以对 所以说你赔的钱不敢讲 我赚了钱 我既然 人贪钱敢说 我了解也敢说 不是贪的贪的 你不敢说 我照讲 那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也 需要我们观众朋友去认同我的一个操作逻辑 我讲的都是真的 对不对 过去在买益金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起算他540的起始空 500的反弹空 跟450的破底空 那么他这一波来讲 大力光持续抢的话 他就会来到这个点 注意看 我没有说 我不用说 我用笔给你看 起始空反弹空破底空 破底空的话 他一定会来交代这个破底空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当你看到大力光很强 阳明光很强 不用怕 我们还有预警光 对 预警光 那么这个一步一步 这一天是6月15号 美股大跌 股神 华伦巴特轮尾重灾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大力光出在400 那么400出完以后跌到356 买361卖363 跌到350再买一次 今天大力光又回来400 那么下一阶段回来 我们再详细解析其他个股 那么现在行情几乎都是拉回来就是买 没有什么疑问 从1万6跌到1万4 那是美国的航运特别法 来整治台湾的高航假 高运费 那不是问题 那么所以现在国安牌一打出来之后 底部已然成型 大家会来跟我做多 进到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02-8511-3366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讲那个金星科 那个两个字都写错 是金 精彩的金啦 星星的星啦 金星科 八一八三 两个字都写错 不是那金星 那金是六五五三 那金星 那这金星的话呢 今天为什么开盘就要做多 今天开盘 你可以看我根本就不用开盘 一开盘就是较劲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嘛 那这地方的话 因为我这个电脑没有另外一个指标 叫做新三架线 昨天大盘大跌不是吗 他没有跌啊 只要三架线来讲的话 三天 就是他三天呢就翻红了 所以呢 他一定是可以做多的 而且我告诉你开盘买进 开盘就买进 然后呢 涉涨停出 真的就涨停板 是我们的会员都很清楚 对不对 一开盘就买进 买进后涉涨停板出 为什么我知道他会涨停板 有那么神奇 因为他这个地方 这已经新三架线翻多 这新三架线翻多 新三架线翻空 所以你们做这个 以日为基础 dailybase的新三架线 这很清楚 对不对 那写对了 谢谢啊 今天大家涨停板 那我们今天赚了 金星2块8 赚了3141 有没有 4块钱 赔了宏达店3块钱 可以啦 反正我吃了很多 我吐一点回去 改天再报酬回来 改天再报酬回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长总 那长总的话 这长黑基本上是 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 新三架线的问题 新三架线没有翻多 我为什么敢买 因为算准他 一算准一买下就套老 套老不管他 一定会赚钱 你听的话 我做的多 一定会赚钱 就是一定会赚钱 你说3491 对不对 我说一定会赚钱 就是一定会赚钱 这地方也没有三线 也没有新三架线转多嘛 没有啊 这样买 为什么 相对底部缺 昨天买在134 这133 对不对 买 这地方就买 买了以后 不是跌到126 因为他已经跌得很深了 跌得很深以后 如果投资人的看法很悲观 就是深深深 庭院深深深集许 深不见底 不敢买 我买给你看 你就像郁金光也是一样 当你看到大力光 快要蹦出来的时候 你的郁金光就一定要赶快买 我刚刚讲 看到哪里 对不对 我不想再重复 你再去repeat 所以我做的股票 我做的股票 长荣 这是神的操作 这个10月18日86块买 不是只有那天买的 一共前后买的八笔 均价大概就是88左右 那很早就预告了 145出 那也很早就预告 这个7月6日到1月25日 农历封关前 刚好半年 这一定要买 但是1月5日 我电子股是全面翻空的 出在长黑的154 那长黑的带大量的话 是52万张 他一定会跌到 跌到跌个几层 我们才要买 这个跌很深 对不对 102刷过去 买了买了以后呢 套几 套几块钱是不是又回来 就没套了嘛 都赚钱了 对我们现在 再100.5 那我看一下这样 长荣科 你怎么去换算 我教你 像这个 今天收盘不是88.4吗 88.4加18 因为已经除过 我们是 除天前也买 除天后也买 除天后是赚3.5 是85买的 那这个 88加18是多少 不是 88加18是106 106 106的话 102买是不是赚钱 99块买了赚钱 所以通通赚钱 在底部去买股票 你不用怕黑 你不要随便听他讲什么 一万二会到 那是瞎扯的 一万二 一万二可能这辈子你还可以看得到 但是近期不会的 近期是个反弹 因为大家 劳退基金不要讲大家 大家的话 大家的痛 大家政府不会感受到 但是劳退基金 赔了大钱 他这个痛就是执政党的痛 你要那个执政党有很痛的时候 他才会 才来拉什么 拉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他已经这个三根K线 他已经突破 已经突破站上来 对不对 那死拉活拉 他也要拉台积电 这一点你很清楚 那台积电是 纵王之王 这个纵谷之王 什么谷王都要看他脸色 所以今天没有拉台积电 根本就不可能指数贡献度 在350点以上 那其他的 重要的个股 像这个我讲的 低轨卫星 你不看好吗 我也看好 我从出江湖以来啊 我就是买进卖出再买进 做一个灌篮三部曲 买146 卖172 跟173 他还有高点 180我没有卖到 那像高点 没有卖到 差几块钱 173 跟180 差7块钱 跟低点最低点我没买到 我买到134 那还差6块钱 这差7块钱 这差6块钱 头部跟底部不差那些钱 市价处理 所以呢 173 173卖掉之后 现在买回来 不用计较 将来还要再出头店 这个 逻辑大家很清楚 所以大家听 听人家讲 这个昨天是长黑 没有人在买股票 我买给你看 我其实还有另外买一档 明天再公布 那明天第一通口信 就会喊那一档 股票不多 我股票不多 真的就不多 我 从出江湖就是三档股票 森达科 买146 这个卖出多少 173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森辰 森辰174套老163买进 这个172卖掉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档就是耳熟农响的郁金光嘛 366买400卖 那这下来350买 到现在嘛 对不对 郁金光 那郁金光买你也不用太害怕 因为他的老大叫做大立光 在那边做支撑 大立光昨天也是因为大盘拖累 黑K 黑K 隔天呢 已经啊 半年多以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涨停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7月1号的时候 他是黑 7月2 7月4号的时候 过了礼拜六礼拜天 他突破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买玉金光 玉金光 玉金光 买玉金光 然后昨天的长黑今天又是长红 所以你哪里知道明天会怎样 你像我们的3491啊 昨天的长黑我买进套了 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会涨停板 你没有买你根本不晓得他会涨停板 那我现在告诉你就是2603的长笼 这我还有另外一支是长笼 对不对 因为是等很久很久以来才买的长笼 这长笼 长笼基本上来讲我没有输过钱了 我不像人家两三百块买到连砍三次的融资 补了三次的钱 你这不补就断头 那断头没有三次了 一次没有交钱断头就没有第二次 对不对 补融资补三次 那这长笼 你跟我说长笼一定会大赚钱 我可以告诉你长笼一个基本的 基本最好的基本面 我过去我不买长笼是因为融资补有太多 我现在我极力看好长笼 而且长笼代表他指数会上 因为他会电指数 大力光在低点 台电在低点 长笼在低点 那我不讲其他 都是同等的待遇 同等的看法 长笼最好的条件是什么 你告诉我 长笼现在为什么可以买 那条件最好是什么 指数一定要上 一定要靠长笼吗 他最好条件就是什么 融资水位太低了 这是安全的水位 所以我尽量叫你买 我也不会害怕 那你跟我比起来来讲 你们喊在140 150的 这是最近的对 那过去买在这个高点 200 170 180的 你们都不害怕 我很害怕 所以呢我都避开 买进114是1月25号的事情 每天我只买进一天然后呢 在卖出的是3月16号 124以后呢 这个下来买都赚钱 那么因为呢高档套牢之后呢 融资余额呢 怕被断走 所以他自行了断 融资余额 自行了断 自行了断之后 我要发现融资余额实在是处在 在这三年来最安全的区域就是藏余 为什么呢 上面套牢下面不敢流畅断 因为人家恐吓你们 会到哪里会到哪里 对不对 花旗说会到70嘛 对不对 自行了断了 了断之后才去发现了 藏余其实它的融资水位 是历史这个两三年来最安全的地区 在这个地方 所以指数你要看上吧 所以你常总要看好嘛 OK 那么洪大天我只敢做短 不太敢做太长 赔就赔 一天赔三块赔就赔 那过去我们几天赚了25块 你狠狠的咬人家 半个身子 你吐出一只脚也没算什么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钱要赚 金鸿也赚对不对 金星科也赚 金星科它是一个传奇 金星啊 8183啊是一个传奇 开板就买了 开板就买了 等着涨停挂 等着涨停挂 涨停到了没 涨停到了 那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嘛 对不对 那么明天呢 要挂进一档 长线 大买点 也就是它股价跌了百分之五十之后 将来反弹一倍 那是绰绰有余 所以我基本上我做股票都是做啊 没几支的哈 我支数很少 那是呢 破乱到的我才会叫做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都要享受 啊 那么过去 啊 我从一个地方跳到这里 那也就是呢 啊 以普通会的收费 普通会的服务 那名额只限了 所以欢迎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呢 把手续办到 明天呢 这个我就不认账了 好不好 今天就不带 谢谢各位